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ina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本期视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欧洲这边 对于应付接种新冠疫苗的看法 以及接种完之后获取疫苗证书的流程是什么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是困惑 就请看下去吧 话题一 我怀孕了 为什么还要选择接种新冠疫苗 我知道很多怀孕的旅逊 对接种新冠疫苗这件事情都有所忌惮 担心接种完新冠疫苗之后 会给胎儿带来各种不良的影响 甚至导致流产 所以选择不打 尤其是在中国 大家对于孕妇打新冠疫苗这件事情更是不提倡 我上网查了一下中国方面的资料 就国家卫健委于今年3月发布的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制出 虽然目前尚无哺乳群女性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对哺乳嬰幼儿有影响的临床研究数据 但基于对疫苗安全性的理解 建议新冠病毒感染高风险的哺乳群女性 如医务人员等 接种疫苗 所以很多孕妇在中国不敢打新冠疫苗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国家并没有出台相关文件说孕妇可以打新冠病毒疫苗 第二点国家卫健委也只是建议新冠病毒感染 高风险的哺乳群女性接种疫苗 如果不是高危人群 确实没有冒险去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但是在欧美国家 对于孕妇是否应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这件事的看法就很不一样 我选择了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只有接种了新冠疫苗 我才可以在欧美国家自由通行 住院不用核酸检测 因为如果你没有打疫苗 到时候生孩子需要住院的时候 你已经发作了 但是还是需要忍着疼痛去做核酸检测 等待测试结果 之前我没有接种疫苗的时候 不管是外出住酒店 还是去餐厅吃饭 都需要做一个新冠病毒的快速测试 否则人家餐厅和酒店是不敢接待你的 还有就是如果我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到时候生孩子需要住院 还要忍着症痛去做核酸检测 否则不能住院 我觉得会是一件非常麻烦和痛苦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就是 当我看到身边的人都接种了疫苗之后 我感觉我就成了一个另类 我担心别人怕我 我也怕别人 所以我就咨询了我的惨科医生 我是否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没想到得到的回答 居然是斩钉截铁的可以 但必须等到怀孕满21周之后 当我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还感觉到很惊讶 因为在中国是不提倡孕妇接种新冠疫苗的 很多中国的朋友和家人知道我要去打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 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那为啥这边的医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呢 我抱着一颗怀疑 被确定的心态上网查了一些资料 我主要查询了WHO和美国的CDC 以及英国的皇家妇科学院给出的回答 因为我们在欧洲能够接种的疫苗牌子呢 就是Mondella 强生或者是辉瑞生物科技这几个牌子 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也很笼统 针对辉瑞疫苗 WHO给出的答案是怀孕妇 孕妇接种新冠疫苗的好处大于潜在风险 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好处和风险是什么 并且还指出了不建议因接种新冠疫苗 就延后或者终止怀孕 美国CDC给出的答案也是怀孕妇接种疫苗的好处大于潜在风险 孕妇在怀孕期间接种 mRNACOVID-19疫苗之后 其身体会产生针对COVID-19 病毒的抗体 其在雪中亦发现了孕妇接种 mRNACOVID-19疫苗后产生的抗体 这意味着怀孕期间接种COVID-19疫苗 也有助于婴儿预防COVID-19 对于怀孕前或者怀孕期间接种Mondella 辉瑞生物科技以及强生COVID-19疫苗的动物进行了研究发现 怀孕动物或其婴儿没有安全问题 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则指出 截止至今年5月份 16万名孕妇主要接种了mRNA疫苗 并未引发任何安全问题 因此最好给孕妇提供 辉瑞或者是Mondella 由于COVID-19疫苗未在孕妇身上进行过实验 我们不能确定它在孕妇身上的效果 与在其他成年人身上的效果一样好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接种疫苗的孕妇会产生对COVID-19的抗体 这表明肝疫苗对怀孕有效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 孕妇和非孕妇在接种疫苗时有类似的轻微副作用 第三点COVID-19疫苗 不含已知对孕妇或者发育中的婴儿有害的成分 在动物身上研究疫苗以观察对怀孕的影响 但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会对怀孕或者是生育能力造成伤害 第四点 我们在英国使用的COVID-19疫苗不是活疫苗 因此不会导致您或者是您的宝宝感染COVID-19 怀孕期间应该避免使用基于活病毒的疫苗 以防他们感染正在发育的婴儿并造成伤害 然而先前已证明 非活疫苗在怀孕期间是安全的 第五点研究表明 疫苗接种产生的保护性抗体确实有穿过胎盘 帮助婴儿增强对COVID-19的免疫力 我还查到了一些资料解释为什么建议孕妇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怀孕的妇女肯定都会有体会 你的呼吸会变得急促 特别是在孕后期 时常感到胸闷气短 这是由于孕妇的呼吸系统 以及其内脏功能比正常人都要弱 新冠病毒首先攻击的就是人的呼吸系统 肺部等器官 在怀孕期间感染新冠病毒 会导致孕妇出现重症的均率 比普通人更高 也就是说孕妇一旦感染了新冠病毒 进ICU的可能性就比同龄的没有怀孕的妇女更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医学界 强烈建议妇女在怀孕期间接种COVID-19疫苗的原因 那肯定很多人就会好奇 接种新冠疫苗的妇女 所生的婴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查到了一些学术资料 这些学术资料是这么解释的 第一由于COVID-19疫苗不是活疫苗 因此不会引起感染 以及其他多年来 一直为孕妇接种非活疫苗 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第二点 mRNA疫苗在注射之后也会迅速分解 接种几天内将没有疫苗mRNA残留 第三点 伦敦大学乔治分校做了一项研究 并于2021年8月12日发布在了美国副产科杂志上 该研究比较了接种COVID-19疫苗的女性 和未接种的女性的认诚结果 他们发现两组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死产或者早产 没有增加 没有发育异常 也没有胎儿变小或者变大的证据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一下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绝对是一个自愿的行为 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去打针或者是不打针 如果你怀孕了 你担心疫苗会对你和你的宝宝造成伤害 你不愿意承担任何疫苗会带来的潜在风险 你完全可以不接种 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在我美国家就是不接种 哪怕我美国家的接种率已经高达了80%以上 但是还是有20%的人 由于身体状况原因或者不愿意承担任何疫苗 可能带来的风险 就是选择不接种 那至于我为什么要接种呢 第一呢 我就是为了出行方便 第二点是最重要的 是我担心在欧洲这种很松散的疫情管控的制度下面 很容易就感染新冠病毒疫苗了 并且作为孕妇 我一旦感染了新冠病毒出现重症 进ICU 甚至是导致婴儿早产 或者是我本人死亡的几率 都要比正常人高很多 所以综合考量了各种风险之后 我还是决定要打疫苗 而且打疫苗的风险也要远远低于 感染病毒之后出现重症的风险 新冠疫苗不管是哪生产的 都不能防止你不被感染 但是至少可以防止你得重症 或者是死亡 所以综合考量了各种风险之后 我觉得打疫苗的风险 远远低于感染病毒出现重症的风险 说实话在这个特殊的连带 当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二选一的时候 我似乎觉得除了打疫苗 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么话题二 我接种完疫苗之后 是否出现了各种不良的反应 我知道很多人在接种了mRNA疫苗之后 都会出现疲劳 头痛 发烧 恶心 肌肉疼痛等症状 但这些症状我居然都没有经历过 目前我已经完成了两针疫苗注射 我唯一可以明确感知的不良的反应 就是打疫苗的那只胳膊 在打完疫苗的8个小时之后 开始出现疼痛 不能碰 不能压着 这个疼痛会持续一天大概是24小时 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本期视频的第3个话题 如何申请欧盟COVID-19电子疫苗证书 因为我本人是在葡萄牙 所以我主要介绍一下在葡萄牙 如何申请电子疫苗证书的流程 打完疫苗的第2天 进入这个网站进行申请 申请这个证书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欧盟范围内自由通行 步骤一 点击右边的request now 步骤二点击vaccination certification 填上你的出生年月 Healthy number 勾选上下面两段文字 然后点击submit 步骤三 等待对方给你的手机发一个code 然后输入code之后点击submit 就可以进入电子证书下载界面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话题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内容对你的生活有帮助 就请点赞加关注吧 我是Karina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更多有趣海外生活视频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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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